下面我补充拍一个视频就是 讲一讲怎么去把这个贴屏把它取下来 大家要注意这个贴屏的这个结构 我们给这个强词就是为了把这个贴屏把它给吸下来 但是吸的时候要注意吸的地方 不要在这个下部 因为这个下部你拉的时候 你这边没起来这边起来 那么反而把这个贴屏就给撬的 就是拉的给撬起来了 这样这个损害了它的结构 那么它实际上站在这个站的比较牢 而且是有那个有那个机械构造的地方 实际上在这个头部这里 那么我们要注意除了刚才我们也说了 一头不行要换一头这个方法以外 大家要注意把这个墙子尽量的放在这个头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往外抽 不要放在下面 头这里往外抽 要注意调整这个方向 相当的紧 看没有这样就把它拉出来了 大家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啊 是放在这个头部这个地方往外拉 当然一边出来之后另外一边是比较快的 直接放上去就出来了 嗯 这快出来 当然这个结构 大家也不要去 没事的就是经常去挽它 毕竟是这个金属结构啊 上上下下都会对这个工病呢进行就有一个磨损 所以呢如果说是有什么朋友啊 需要去展示它的结构什么东西啊 这个让他们到网上去看视频就可以了 嗯这个对上上下下对结构都是有损害的 请问要注意这个方位 但一个出来之后另外一个是很快 非常方便 这个我下去我还要琢磨一下 因为本身这一些墙瓷啊 他们至今的会有一个通过这个45号钢之后 它会有一个齿心的这个传道 嗯我要琢磨一下这个传道之后 它是不是会在这个这个头这个两头啊 本身自己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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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引力 导致这个墙子很难把它拉下来 嗯这个也有可能 实际上我刚才用错刀把这个冰原错了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卡口这里 卡这个贴平卡的时间不会那么不会那么死 应该很松了 但是呢因为这四个小墙子把它带住的话 就导致这个大墙子很难把它拉出来 嗯 嗯 目前暂时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从这个地方把它吸出来 嗯 OK 这个就讲到这里 嗯 嗯 嗯